OK 大家好 我是你家隔壁的 陽光男孩 相信現在大部分的人 對於自己的飲食習慣都不太會去注意 那有可能是因為工作繁忙或是沒時間 餐餐都在外面解決 也不知道自己都攝取了些什麼東西到身體內 只覺得好像有飽就好了 但是體內的營養若是不夠 這久而久之啊 這個身體它是會抗皮的 厲害了 各位 今天呢 我就要跟你們分享 就算有以上這些問題呢 還是能讓你快速的補充到 身體所需要的營養 OK 這不分享不行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直接來了 好不好 那就是 登登登 101蔬果輕鬆補 登登登 Bu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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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為什麼它叫101蔬果輕鬆補嗎 不是要講笑話 顧名思義呢 就是它裡面含有 101種蔬果 唉唷 你沒有聽錯 是101種蔬果 當時我聽到它裡面呢 有101種蔬果的時候 我也是驚訝的片刻啊 就跟你們現在的反應已經是一樣 而且平時啊 只要喝20毫升 就會補足你一天所需的這個蔬果量 因為呢 它裡面還有非常高的活性成分 它這個20CC的活性成分呢 就相等於 7.2核的藍莓 20顆奇異果 22.4顆的橘子 51.2顆的櫻桃 108顆的大草莓 哇賽 就我們拿這個奇異果來舉例好了 等於你喝了這個20毫升的101蔬果輕鬆骨 就是吃了20顆的 奇異果的火性含量 而且這個啊 只要20毫升就可以了 你平時一天裡面能吃到這麼多的水果嗎 不行嗎 可能都要吃個這個三天三夜 所以這個呢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那為什麼今天呢 我來分享這個101蔬果輕鬆骨呢 就像我本身啊 就要常常拍影片嘛 所以吃飯的時間呢 都很不固定 有時候我拍完影片 我也會忘記說 我剛剛有沒有吃東西 或是我要趕著拍影片 有時候也會隨便吃一吃 所以我在想 我應該也很難去 均衡的攝取到這個營養 後來我都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那也太方便了吧 好嘞 像我剛剛呢 講了這麼多呢 自己都想要喝了 待會呢我會喝兩種版本 因為它這個其實是濃縮的嘛 你可以 直接20毫升喝 或是你要加點水來喝 也是可以的 好 開封了 倒蘸這個兩杯 他說20毫升嘛 OK 嗯 它其實味道有點像是醋的感覺 平時有在喝醋的人耶 就知道這個 味道它香香的 就不用承擔 會失去你的心中 20毫升 那我是加在這裡 那現在呢 我們就先來喝這個原汁原味的 哇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非常重 非常的濃 可是它的味勁呢 它會散發出一點水果啊 或是蔬菜那種 很自然那種甜味 這我覺得是好喝的耶 另外一杯 好 我就先加醬子 愛里摩里 轉圈圈 想一想到 新花霧房黑夜白天 好了 就來喝看看 乾杯 來 很順 酸酸甜甜的感覺 這個是比較濃的 然後這個比較淡 兩者呢 都有一種初戀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真的還不錯喝耶 好嘞 那我剛剛也試喝完了嘛 公司還有其他的這個同仁 他們在上班 請他們試喝看看 看他們喝下去的這個感覺 跟反應 是什麼 GO 欸 小美 請你喝這個 101蔬果輕鬆補 你就喝它的感覺怎麼樣 嗯 我覺得很好喝耶 那你覺得它如果 一小杯的量啊 就可以補充你一天所需的蔬果 你就會怎麼樣 我覺得很方便耶 就是一小杯 就可以補充到我一整天的蔬果 這樣其實很好喝 OK 謝謝你 我現在找一下 好喔 你在忙在忙喔 我來請你喝這個 101蔬果輕鬆補 很方便喔 對 因為我剛剛 它沒有加水 它是濃縮的 這樣一小杯的量啊 就可以補充你一天所需的這個蔬果 厲害吧 還很方便耶 如果一天只要喝二十七七 那你就可以不用吃 四十個 欸欸欸欸欸也不算 還是稍微要補充一下 謝謝 小顏 請你喝這個101蔬果輕鬆補 好像麥芽糖 有點酸酸甜 甜甜的 那如果這一小杯啊 就可以補充你一整天的蔬果量 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啊 如果常常在外面吃飯的話 外食主應該會蠻適合 所以你就是常吃外面的食物 比較少煮 對啊家裡比較 好那你吃過我煮的嗎 還是不要 聰明聰明 有在控的影片 沒有在控的影片 OK 好謝謝謝謝 好勒 回來了 剛剛給他們試喝過了一輪 那其實跟我講的差不多 就是你喝起來酸酸甜甜的感覺 那我剛剛是給他們喝這個濃縮的 沒有加過水的 覺得太濃也可以加點水 本身我也有喝一陣子的時間 自己覺得不錯 來分享給你們 那平時我就喜歡運動嘛 那這幾天我也覺得 我身體好像變得輕鬆許多了 海便呢也還蠻順暢的 而且它還可以幫助你這個精神旺盛 那我也真心呢 推薦給外食主 以及不常吃蔬果的朋友們 這個素食喔 也可以食用喔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見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所以想請看按鈴鐺 我是李嘉隔壁的 養光男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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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明天 我們下課了 看到了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了 看不看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